各位同胞韭菜难民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讲一下台湾一个大新闻 当然他也被美国这边的媒体报道了 台立委陈伯韦以4466票差距被罢免 各方表态就讲这个事情 因为陈伯韦简单介绍一下 基本上就是支持民进党的人 可能他的意识形态是支持民进党 这个派别的 然后呢 他的对立面就是国民党 然后是这样 但是呢 民进党呢 他内部呢 他也是分派系的 就是比较复杂 我之前我看了一个 说蔡英文 他属于那个民进党里面算是不太偏激的 比较温和的 可能呢 陈伯韦是属于民进党里面 这个意识形态里面啊 更加偏激的 所以他不是激进党的唯一党 唯一立法委员嘛 他成立了一个政党叫做激进党 但他在一我讲了 如果把台湾划分成两个意识形态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民进党 那么他是属于 算是比较激进的民进党 这个意识形态啊 但他他不是民进党的 他是台湾激进党 台湾激进党立委这个罢免 他被罢免了 然后 当然有人说我有什么看法 说大声理由 我有什么看法 我 首先这是台湾这个民主 或者说自由 你们作为公民 你们有权利投票 就是 你要记住 不管他是被罢免了 还是他留下来了 他 能留下 或者说能被罢免 都是因为人民的选票 也就是说 民主制度本身是远远比他更加重要了 因为你们是通过民主制度 把他选上来 也可以把他选下来 这个非常关键 这在中国 在朝鲜 在许多国家是不可能的 在古巴 包括越南 这就让我想起了高雄的市长罢免 因为呢 这恰恰反映出台湾 他的民主 真的是这样 我能亲身感受 感觉到 就是说在台湾你当个官 你要得罪老百姓 那真的 那真没法当 没法当 所以 我说民主制度有什么好处 有人说民主制度 我们一民主的 我们就发财了 不是 民主制度 他告别了 那个叫什么 官员的作威作福 这民主制度一上来 官员都要巴结选民 为什么 我要上台 你们要投我票 哪怕这个人 这个选举人 他瞧不起你这些选民 哪怕他瞧不起你 但他需要你的票 这就民主制度 你就像穷人去的 就白了就跟美国 或者台湾 那些从事政治的人 他可能家里面比较有钱了 或者自己比较有钱 他也不跟你这些穷人打交捞了 说实在话 但是他要想上台 他需要你穷人的 穷人的选票 因为 一个人类社会 最关键的两个事情 钞票跟选票 任何国家 人类社会 当然中国有没有选票 中国也有 就是人民大会堂 投票 赞同习近平的 投同意 然后反对 然后投反对 所有的人都投同意 但选票依然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 即使他是再独裁 他也要 走个形势 就哪怕就是朝鲜 朝鲜 金正恩上台 你不得选举一下 哪怕他选举就是内定的 但你也得走个过场 你不能真的搞一 像皇帝一样 搞一个登基典礼 说直接 龙袍一川 你这不可能的吧 这已经 但是呢 选票依然很重要 选票依然 在这个独裁国家 选票也很重要 民主国家呢 选票 不用问了 就是因为 民主政治 可以用 选举政治 或者选票政治 来形容 民主政治 就是说 你这个 你就像 我记得台湾 一个什么人说了 说你再牛逼 或者你再 怎么厉害 你必须拿到选票 就你如果没有选票了 那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 这就民主制度 就是说 他这个官员啊 所以说 那么这些政治人物 他更关心的就是 选票 说白了 当然 钞票也是一个 钞票又是另外一个环节 又是个复杂的体系啊 因为 推动这个社会进步 你是离不开金钱了 离不开资本了 推动社会的进步 就讲最简单的话 中国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 招商引资 要让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 中国你怎么搞 经济你怎么弄 越南 现在包括 许多国家 他就要外国投资 印度 孟加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 去投资盖场 他们国家的就业怎么办 所以说任何社会 选票跟那个钞票 都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台湾呢 台湾从经济发展角度 钞票的角度来看 台湾已经达到 发达国家 整体谣言啊 当然 因为他人均GDP 现在是三万一千美元嘛 我说过呢 人类社会 什么叫发达 以台湾为标准 就台湾之上的 人均GDP 人均收入 在台湾之上的 可以称为发达国家 台湾之下的 那就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 中国之下的 欠就是说贫穷国家 中国的话 人均GDP 将来一万美元嘛 台湾三万 就是如果你连 一万美元都没达到 那绝对贫穷 真的绝对贫穷国家 你不要用那个 因为以前的人们呢 说什么叫发达国家 是人均GDP 超过两万 就叫发达 不算 现在不行 因为美金也在贬值 20年前的一万美元 跟现在的一万美元 能一样啊 对不对 这个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说法 评价一个国家 是否进入发达国家 以美国的人均GDP 作为标准 就是你能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你就是发达国家了 美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 比如说美国人均GDP 是六万美元 你能达到两万美元 那你就是发达国家 如果你能达到三分之二 就是四万美元 那你就是高度发达国家 如果你的人均GDP 超过了美国 那恭喜 你已经是非常发达 不得了了 你已经那么到月球了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是那美 那这个美国的强大 美国人口三亿多 这就反映出美国是多么的强大 当然 陈伯黑被罢免 台湾激进党失去立法院 唯一席次 包括立法委员啊 还有议员 议员我倒懂 议会啊 立法委员 我不是太懂了 我说实在话 但是我能 我能感觉出来 这个人应该在台湾政坛属于新秀吧 新秀 立法院院长游熙 这个字怎么读 不会读啊 对不起 投票结果我们尊重 但他离开立法院 我真的很舍不得 然后 啊 陈伯韦的认真与拼劲 为台湾政治带来了 不一样的风景 今天的结果 让他 对陈伯韦感到相当不舍 啊 期待他的活力 就是热情跟活力 为台湾民主深化的道路继续努力 当然说的也是一些客套话吧 这东西 政治嘛 但我在讲呢 我发现人类社会呀 台湾他还是有一种叫做 中国华 我不想说中国吧 就是台湾有非常浓厚的中国的道德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 就正统的就那种中华文化传统 非常浓厚 台湾 至少我遇到的台湾人呢 非常非常浓厚 就是说他这个乡里乡亲呢 你就看台湾这些选举人物啊 去拉选票 拜票啊 或者说他们演讲 讲什么呢 乡亲们还怎么的 反正就是讲那些话 给你感觉就是 感觉就像你的亲人一样 就套近乎或者说人情味 或者那么呀 包括 我了解到了 一个什么事情呢 不是说高雄发生火灾了吗 那个 说当地消防员 消防局去查这个消防 结果 结果那楼里面的大爷大妈 就是老年人嘛 不让他上去查 因为那个楼层 他有一些楼层 不让你进去 我当时很惊讶 因为在美国的话 人家消防员要来检查你 你凭什么不开门呢 或者说美国警察 要来查你家 不要查你家吧 美国警察根据 根据这个合法的 一些什么逮捕令啊 或者说什么 各种法律条规吧 美国警察说 要到你家来 做一些逆行性检查 你害他们不开门 或者说消防局 美国消防局也是 非常重要的部门啊 美国消防啊 我那个美国消防 我有个朋友 他有个巨大的一个 condo吧 结果突然有一间 他一间房 爆火警 然后美国消防局 怎么整 直接 直接把那个铁门给砸了 就那消防车 直接开过来 然后把铁门砸嘛 把那个门给砸了 就导致了他 巨大的财产损失 然后他就去爆嘛 但消防他 他在美国消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包括他 包括美国消防局检查你的这个楼啊 楼房啊 你不可能说你住屋 说不让我检查 这不可能 那是违法了吧 但台湾呢 台湾由于他的 他有强大的这个 中华文化 就是这个 我只能说恶习吧 就你可以说他是尊老 或者说移老卖老 或者怎么样 就是 那个消防 消防局呢 也不能 那老年人天天就在门口坐着 就不让你进去 你要进去 他就哭 他就喊 怎么弄 所以说 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中华文化 这个 我能感觉出来 我能感觉出来 对于老年人呢 你怎么做都不行 所以 跟美国这个法治国家就不一样 美国管理这玩意 美国没有这个 美国是 简单的就是法治 台湾是比较复杂的 讲人情呢 这个 包括这个许多的哭啊 都是选举人物啊 我看一被选下台了就哭 然后一选上台就是 反正各种吧 就感觉好像都是亲人了 就台湾这个 我真的 就是台湾把这个政治啊 充满了带入了太多的情感 就温情 其实政治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但在台湾呢 你你参与政治 你会发现 有种温情 有一点像娱乐圈那种演艺明星了 然后有一个粉丝团 有一个后援会 然后支持他 大家支持 我我我参与过 我在美国 有个台湾Center 那个中心 我看到有一些人来这个中心 台湾的一些什么政治人物吧 然后 就是那些人呢 就支持他嘛 然后去开会 就是听他演讲 那感觉啊 就是那个政治人物 感觉就让他亲戚了 真的 台湾的 包括动算 我看到的表情 因为我比较喜欢观察 就台湾的人民 对他心目中 欣赏了这个政治人物 他把这个政治人物 已经 把他就感觉像自己的亲人 也有这种感觉了 就是说 你要一说他不好 急呢 哎呀 怎么怎么 他他以为这个人是他女儿 或者这个人是他的哥哥 这个人这个政治人物 是他的什么兄弟姐妹 跟他好像有血缘关系 怎么样 就是台湾他对 他对政治人物投射了 大量的情感 当然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特征呢 这是中华文化的强烈特征 因为中华的文化 非常强调 就是说 他对强者 富有情感依托 什么呢 父母官 比如说 我们一说官员 父母官 一说什么 就是朝廷里面的那些人 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 强烈 就非常强烈 就是你跟那个 政治人物 其实呢 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讨论政治 你要知道 政治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 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非常残酷的 就是说 不要对那些 从事政治人物 抱有多少的幻想 说他数字高啊 说 他为人民服务啊 或者什么 全都妈扯淡了 我才不相信 政治 你不要相信 那些什么 他妈政客 你 你如果相信 政客的话 那你的智商 还不满18岁 我跟你讲 政治家 他妈的 他到哪 说什么话 到哪里 说什么话 对不对 现在是这个情况 他说这样的话 过了几天 他说不定 就把盟友 就把他的朋友 给出卖了 又说另外的话 对不对 他这个大帮结派 政治 说卖你就卖你 说黑你就黑你 说告密就告密 这就是政治 有人说那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就说民主政治 避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什么残酷性 杀人 民主政治 并不并没有降低 政治的肮脏性 跟他的丑陋 跟他的势力 就是比如说 什么叫势力 就你选上了 哎呀 大家支持你 哎呀 套近乎 那么给我个官当一当 给这个项目 给我批一下 就这种 民主政治 你当上了 你要当不上 立马就把你滚蛋了 你个王八蛋了 我为你花多少钱 你还当不上这个官 这就是民主政治 你说民主政治 有人说 他是不是特别高尚 不是特别高尚 但是民主政治 是人类最不坏的政治 而独裁政治 就是中国或者朝鲜 他们的政治是什么呢 杀 你失败了 你就是监狱 监狱里面 你就是癌症 就是死掉 朝鲜把金正恩 他哥哥杀了 知道 独裁政治就是这样 斯大林 把那几个什么 政治局委员杀了 毛泽东 把几个都杀了 邓小平杀了 都这样 就是民主政治 你一旦失败了 独裁政治 你一旦失败了 那就是家破人亡 永远不得翻身 立马你就是说 你是工贼 人民的敌人 但民主政治 是说我们是选票 虽然我们是很肮脏的 我们因为政治本身 就是肮脏的 你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 你不会家破人亡吧 你不会死 你下回再来 再来选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 伟大之处 避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而且还有什么呢 民主政治是什么 公开 没有按相操作 没有说政治局 几个人一开会 下一任总图局就定了 下一个国家领导员就定了 没有这个了 民主政治是 大家一块来讨论 一块来投票 公开化 公开化 这就是民主 他的 当然民主也保证了言论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之后 密码就会分派别 各个派别会形成 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 包括媒体 包括这个意识形态 就等等各个领域 他会有这种 就形成了一种执政党 跟职业反对党的关系 基本上是这样 但陈伯伟你说他罢免 其实我 我认为 台湾你关键的是什么 是民主制度 你关键的这个 这个没有变 就是罢免了陈伯伟 或者罢免了什么 高雄那个人叫什么 韩国瑜 其实他们即使有一天 把什么 台北市长 把什么高雄市长 把那个台东 什么乱七八糟 或者说国家委员 什么都给罢免了 没关系 民主国家 总统没有了 照样人民该干嘛干嘛 美国总统死了 死了就死了 美国总统死了好几个了 美国老百姓 该干嘛干嘛 对不对 日本首相 日本首相 你换了多少个 人民 该干嘛干嘛 为什么 因为民主制度的伟大 不是说 我选出这个人是优秀的 他来领导我们 错 民主制度就是 没有总统 这国家 该干嘛干嘛 运行的很好 不要 不要有一种梦想 就是说 我要选出一个 非常好的人 带领我们怎么样 走向胜利 哎呦 不要这样 民主 你是主人 你不需要带领 你就选一个相当于 助手 给你干活了 就完事了 也不需要多聪明 知道 政治人物太聪明了 那也就完了 那老百姓也被他玩死 我操 不需要太聪明 你就好好给人民打工 就完事了 比如说人民不开心了 人民不开心了 换个管家 就这么简单 你是主人 你不要说管家死了 哎呀 你哭啊 你哭怎么哭啊 美国总统死了 有美国人民天天哭的吗 你死了就死了嘛 再换一个总统嘛 对不对 你是主人 知道 所以台湾 我怎么 台湾就是 包括这也反映出 亚洲的民主啊 因为 东亚的民主 充满了强烈的 中华文化圈 这个影响 非常强烈啊 非常强烈 你不要把这些人当回事 我就这么说 民主制度 你是主人 相当于换了一管家 就完事了 就像你是老板 打工的换了 换了就换了 知道 就跟美国总统 什么拜登 死了就死了 再选一个 知道 你伤心啥 你伤心 你是主人 拜拜 拜拜 杂志 你伤心啥 你伤心啥 你伤心啥